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來到Asia Financial Forum 因為三年來這次是第一次實體和線上一起做 據主辦機構跟我說 總共線上線下報名參加有7000人 其中有2000是實體的 這個可以再次證明香港和國際和內地都恢復往還 Hong Kong is back 大家都感到很興奮 今早一早來到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未來這一年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今年2023年 經濟展望我們覺得一定比2022年好的 雖然外圍環境仍然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美國加息又未加元 通脹率仍然是高 再加上地緣政治的因素 外邊環境是一般的 歐洲的經濟很差 美國好一些 在這個亞洲的國家 東盟那些地方 去年的經濟都不錯 直至去到第四季 他們都開始出口下跌 所以我們見到外圍環境是有一定的挑戰的 但是內地現在恢復對外開放 我們覺得內地的經濟 今年會比較有力地復甦 而這個跟我們的經濟的密切 我們亦都會受惠在這個過程裏面 而隨著通關全面 我們的出口會有所改善的 因為跨境的陸路運輸會恢復過來 同時間恢復通關之後 由內地旅客來香港 和商務旅客過來 一方面對於我們旅遊、酒店、餐飲、消費這些行業 可以有所助力 畢竟私人消費佔我們經濟增長的比重很大 此外由於氣氛好了 大家對今年的展望好了 所以我們估計商界的投資 今年都會恢復增長 這時候亦都對於我們的經濟有一定的助力 總的來說 2023年我們是比較樂觀的 和去年比較 好 看看大家有甚麼問題 記者再說問一下 其實你怎樣平估樓市 因為昨天看到赤柱環公道是流了標 今天官塘事件局也只有週對一份標書暫時 其實看到買地市場很差 大家怎樣看 你接下來是否政府都開始覺得通關抵戒 要抬高一點點鹽批特地 還是怎樣來樓市會怎樣看 還有第二個都想看回 有些政黨和商界 你都開始想看 接下來會不會派一次消費佔會不會有這個打算 樓市去年11個月 即是由1月到11月 大概跌了百分之13點幾 13左右 有些地方多些 有些地方少些 我們自己看下去 這個都是一個有秩序的調整 為何這樣說呢 就是它是慢慢跌下來 這個第一 第二 你見到去年的成交量是很少的 平均一個月大概三千九百宗 就是說全年下來五萬宗都不夠 這個成交量的訊息是怎樣解讀呢 或者可以從這個角度看一看 去年美國一直加息 我們都受疫情影響 經濟一般的 內地和我們又未恢復通關 國際和我們那個往來也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所以去年隨著加息 隨著經濟環境不好 其實要置業的朋友都會審慎一些 所以去年你見到交易量是低的 前年一年的成交量超過七萬二千宗 即是平均一個月上六千宗 如果你再看前些 2013到2021 那八年就平均每年六萬宗左右 所以你這樣比較 就發覺去年成交量是淡靜了 換句話說 成交率在這個跌市裏面 有秩序地跌下來 而樓市成交量那麼低 即是說不會急於 你無論從這個沽樓的人士 還是從地產商推貨都好 都不是一個急於要推的一個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們覺得大家知道 香港的樓價其實很高下的 相當高的 我們如果去年11月底 跟最高峰2021年8、9月那時比 都是跌14、5% 這樣慢慢調下來 至於剛才你問到賣地 也都不需要特別感到意外 因為在樓市調整裏面 大家知道計算的地價 通常地價的跌幅是快於樓市的 比例不可以一刀切 但是總的來說 大概2比1都有 在特區政府來說 我們每一次賣地的時候 這個地政署專業的測量師同事 就會做一個股價 來定個底價 他做這個股價的時候 就按當時的市場情況 大家看到去年的樓價這樣回調 我們個別有些地 事實上也看到跌幅是不少的 我們沒有一個高地價政策 賣地都是隨行就市 但同時間我們都不需要 鑑便、鑑賤地去賣 所以如果不到價的時候 便不賣 因此我可以覺得 我自己覺得 這些都是市況調整裏面正常的事 在特區政府來說 亦都不會因為說 今年的赤字比較大 而特別心急 要去不必要地調整 這些地價來推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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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鎁瑛大小的地區 政府所謂的地區 你對於一些距離 機、有關上的地區 你們在市場的地區 有些地區 也會提升 當地區 市場景的地區 市場景色 會是一種類似的 市場景色 也有些地區 市場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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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香港 champion financial stability 那麽יו經濟增� 架來捧著 international波濟 美國 aşk呢 這對國賜貴有運利的 在外面對行為 我主意去記住 他們會 parameter性的 이면有 competit值 from Hingl in 的 找到公分蓋 ressed 美商和公司 我們希望 現在的將財產的財運會很強 尤其是將來的第二半半的這個 這會提供強支持香港的支持 也會提供一些外面的發展 在香港的財產開啟 在公開的開啟的網絡 有更多的靈體行動 無論是開放的 駕駛營業或駕駛市場的資金投資 會有更強的支持 所以總共我們應該會更更奮誠 在2023年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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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剛才消費券可不可以回答嗎 剛才消費券 還在做甚麼 請忘記了 請問一下 您會先問一下 請問一下 保安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